习近平披上蚁衣,拿起铁锹走向植树地点,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一起参与到植树人群的行列。 习近平对大家说,我国人工造林规模世界第一,而且还在继续造林。 他对在场的中小学生们说,等你们也成了父母费了,也要让你们的子女子孙继续植树,一带一带做下去,美丽中国就是这么建设出来的。 你们就偷着乐吧。 你们就偷着乐吧。 美国一如反掌,为什么?因为很简单,我们的政治制度是2.0版本,他们是1.0。 你现在明白了,我们是高位打低位,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在和平年代是看不到优势的。 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战乱年代,在乱的年代才能看到优势。 不是咱有多伟大,而是对方不行的。 现在你会发现,联合国是美国人干嘛,发明创造并搞起来的。 但你发现现在联合国变成我们的工具了,我们起立议案通过,起立议案通过,美国起立议案不通过,起立议案不通过。 美国都要气死了,为什么美国他不要退群啊? 你以为他什么命令他退群?是因为他每次起立议案通过不了。 因为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主张?少数不同什么呢?多数吗?民主吗?投票制吗? 但是他忘记了,联合国是全世界人民的联合国,对吗? 那个国家只有一千万人,但是他也为漂亮。 可是咱们中国人永远是和第三世界人在一起的呢,穷鬼民是最多的呀。 所以我们在国内,我们也是干嘛,毛发奖赶走的。 在国际上,我们还是这一招,照样联合穷鬼民,就把那帮有钱的人给弄下去。 现在玩的是世界人民大革命,你听懂没。 你们就偷着乐吧。